请收看维新世界一公立人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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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 ket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62处的教室 有这么多的信众 其实都是 非常的欢喜心来参与 但是我们知道 有一些国外的信众 其实我们现在用 网路无国界 其实很多看到网路的 这些的信众大德 都想回来参加 但是也无奈 因为时空的不同 所以想要回来 时间上可能有很多的 不允许 到底要怎么做 到底要怎么来参与 我们还是请我们的 黄慧荣黄组长 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是 如果是旅居海外 他也想参加我们 这个水陆华会的报名 在我们报名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把它写清楚 然后你要告知 我们的服务人员 你是旅居海外 并留下你的email 方便我们把这个电子档 传送过去给你 来做一个在当地做一个列印 用黄色的纸A4的就可以了 那我们列印出来 我们安景村 我们宗祖上文下园 蚕丝开示的这一个法仪 那我们来依法来执行 那我稍微介绍一下 它的整个过程 大概我们印好了这一个法仪 那我们要盖上手印 就是南左女右 我们把我们的手印盖上去 那我们面向东方成心的来空念 那一心恭请黄禅老祖慈悲加持 因旅居某某国度 未能亲自回室 承报文书 故依法修行 依教奉行 仰仗老祖天威慈光加持 转师某某人某某某等 何家人之心意 祈愿日后有机会 登上总本山 再诚心感恩王禅老祖 以为本院 我们合掌三拜之后 我们就文书把它寄回来 这样就完成了整个这个仪式 那师傅开示呢 那就是水陆法会不能回来祭拜的 我们法仪念完一定要寄回来 若是在当地寺庙 要把它化掉的话 未必这些所超渡的这些领 能够来到仙火市总本山 可以收纳到 是所以一定要把它寄回来 那寄回来以后 我们由我们的执行长 以及副执行长 我们会在很恭敬的做一份文书 把这些寄回来的记文 一一把它登记上去 然后再交由我们的执行长 副执行长 在活前诚心的来供念 把它化红 化掉 是 这个国外的法语这么样的殊胜 为的就是我们希望 藉由水陆大法会达到世界和平 人心的和谐 家庭和谐 社会和谐 国家太平 社会就太平 所以旅居在海外的 其实有非常多的信众 尤其是我们现在呢 维新圣教我们的中务部 中务中心呢 现在就是迈向了国际 其实跟很多国家都已经接轨了 当然信众就会越来越多了 所以有更多的需求 或者你有看到我们网路上呢 知道我们的物虚年 公祝王朝老祝 圣诞千秋水陆大法会呢 已经到来 你想报名参加 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法语 如果你真的是不清楚的时候 用E-mail传过来 或者是打我们的 残疾山心佛市总本山的电话 049-2724-669 来接洽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完成 大家的心愿了 可以达到名阳两立了 不过呢 我们提到了这些的问题之外呢 公社联位呢 到底报名啊 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呢 那当然提到了这些祭拜联位 报恩跟忏悔 到底我们有什么样的案例呢 可以跟大家来做分享一下 我们的水陆法会呢 是在国立的5月5日起 就是我们农历的3月20日下午 大约1点的时候开始演进 开始到绕山来洒进 那一直到引文 大约是在下午的5点以后 那我们这时候才开始可以进入坛城来做祭拜 那一直到我们的最后一天是国立的5月12日 宋盛以后大概下午1点以后 那整个法会才算完整圆满 那这个过程呢总共是8天 那我们在今年呢 就是2月2日的时候 土地公生日那天 5时我们会来升这个灯高坛 那升灯高的意义呢 就是代表我们正式向法界宣示 那我们的法会即将开始 请各各十方法界呢 有缘的接收到这个讯息 可以来准备来入坛城 那我们来参加我们这一个法会 那我们今年比较特殊呢 就是我们景尊宗主呢 上吻下缘禅师开市 那我们有公设大灵位的 我们必须来到这个灯高坛的坛城前 那来宫念这个祭文 来亲自来招引这些 所设立的这些连位的灵能够入坛城来 就是有公设的人就是一定要来 只要大连位而已 其他连位是不用的 是的 那我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一个 宫念的这个祭文 我来介绍一下这个祭文 我们祭文是 全名叫做维新圣教戊虚年 公祝王残老祖圣诞千秋水陆大灾法会 接引三界万灵祭文 那前面呢是我们的这个禅祭 就是阴阳日月最长生 以及林山会祭等等 那我们这些文书呢 祭文主要是以 以这一个大慈大悲王残老祖 慈寅 以及大慈大悲太极天七十二天师接引 大慈大悲本敬城皇尊审来接引 以及大慈大悲本敬福德镇审来接引 让他来入团城 那整个意义呢 我大约把它练一下 今日今时呢 于戊序年某月某日就是你来招请的那一天 那我们必须在这个法会开始之前 我们就要来招请从二月二日开始到法会之前 那这个位置你就填写你当天来招请的那个日子 那陈王残老祖慈寅 接引超渡下列灵位 一一由盛欢招引入坛城 端座八卦天心庙连台 静心静待三月二十日 由高增介德法师 一宗教法仪招请入坛城各自端座灵位 那后面的空白的部分呢 就是来填写你所操设大连位的这个名称 我们一一把它填写上去 那我们来供念这个文书 让他能够养葬活力 能够来入坛城来经经文法 这是相当一个殊胜的一个法语 所以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有公设大连位的人 在二月二号呢 在我们引进 还有就是这个法语过了以后 你就可以在法会之前 一定要来供念这个文书 会比较殊胜一点 那每年的话 我们大连位都会有相当多的一个 一个来办 那希望如果有办的 一定要回来来做这一个 这一个接引的这一个程序 那来的时候呢 希望你先来这一个 我们事务部来寻找你的所操作的连位 把他供请到我们的登高坛 那我们会准备寿经以及祭文 让你来供念来召请他们来入坛城 是这个时候就是有我们的 闲事同修来做服务吗 来做指引吗 是我们来到我们事务部 我们会来帮你做指引 是是是 所以大家呢 公设大连位 人人都手上一定要有这一张的文书 是 然后要不要拔拔一下 不用 不管你是超度几个大连位 所以我们就统一填写一张 共同来招请这样 是是是是 相当殊胜的 是是是 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 每一次的大法会呢 我们都是谨遵我们的宗族上魂下园 禅师的开示呢 让我们呢 尤其是今年戊虚年公祝王长老祖 圣诞千秋水路大法会呢 更加圆满达到民洋两立 消灾化解天下太平的本愿 是是是 那在这个法会过程当中呢 那我们也有这个 师傅也有写了相当多的一个 文书 也有相当的殊胜 是 那我们各种文书 我们来祭拜就是怕 各位信众了他不会填写 那我们就依照这个文书来供念 这样来做是最有功德的 也这个被超度者呢 他也能够领受到这样的功德 这是相当的殊胜的 是是 所以除了刚刚我们的 黄组长他提到的这个大联位 他是非常殊胜 因为大联位呢 就是每个人的姻缘不同 每个人的需求不同 而来设的不同的大联位 为的就是需要呢 我们民洋两立 当然呢在我们的净土坛 我们有公设就是拔剑祖先的联位 这是家家户户 都必须要来做的报恩的联位 当然我们有个人的冤亲 个人的亲友联位 还有个人累劫的冤亲 债主联位 还有就是超度身上 亲人的一副灵的联位 还有英灵的联位 另外呢还有工厂公司 还有我们的营利场所 住家的地基组的联位 荷家祈福消灾长生路位 再来就是拔剑十方 地方有圆株林的大联位 当然就是拔剑个人的大联位 还有呢就是普桌的供阳 我们欢迎大家公社联位之外呢 记得普桌的供阳 就是让我们这些祖先 或者我们公社的这些的株林来的时候呢 大家呢都是来时机去时宝嘛 这是最殊胜的 是是是 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尤其是主持人讲到这个祖先 那在祖先的这个超度的过程当中 每个人有些他的 因为祖先的一个家里的不平安 那来超射他的一个利贷祖先 或是祖先的不如法 他从来利用这一个法会的时候 来射这个政府牌 那其中呢就是有一点 遇到我们一个信众的一个案例 他因为家中不平安 那就利用法会的时候 我们来超度他的一个 来超度他一个 设一个政府牌 来超度他的祖先 那被超度的对象是 因为他祖先有 娶三个妾 那就因为第二个妾的一个 他这次超度的是第二妾 那因为没有资料 所以这个信众 他自己就就自己想说用 某公某某赐窃如人 这样的一个名称来做超度 那结果在法会上呢 一直搬不到杯 都搬不到杯 那后来呢 那我们就经过 这个他的名分写上去 然后我请他去这个 护证所去查这个正确的名称 那查到以后 他又改成某公某某赐窃 某某他这个赐窃的名字 就是联位 那结果还是搬不到杯 那就来请示我们的工作人员 他经过原药法师 只是是不是改成我们这个 我们在祖德流芳 有一本书叫祖德流芳 上面的名称就是用某妈某氏某某正林 我们不要把这个他的名分写上去 就用直接正名这样 那这样就得到一个搬一杯 那这样已经圆满了以后呢 好 那他就准备法会结束了 准备把他请回去 依法仪把他请回去供养 那想不到回到家的门口 他的第二个儿子 好像Kidon一样就跳起来了 然后就一直喊着说不要不要 然后会打人 就是等于有一点失控的这个样子 他被附生了 是 是被附生了 那在这个过程呢 那经过我们这个宗族呢 上文下元禅师开示 那我们需要 如果立即点36柱箱 请求康康山老祖慈悲 来做主加持 因为什么事 让这个整个 它是什么原因 让这个医护领人 离开这个二儿子的身体 就在当下的时候 是 因为请进去了嘛 然后就他打电话来问 问我们县卧室 这个工作人员怎么办 那经原谣法师接到 来请示师傅 师傅开示 我们赶快用36柱箱 来禀报老祖 请老祖加持做主 什么事 让这个医护领人 退开这个儿子的身体 那第二个就是用天德经 需要用天德经 在二儿子的头上 左七圈右七圈 然后前胸后背 天德经 天德经 是我们诵经的那一本经书 对 来做 来为这一个二儿子加持 在头上输 左七圈右七圈 然后前胸后背 那双手跟双脚 各输七次以后 然后输完呢 用这个天德经 在他的背后敲三下 是 那这个天德经呢 所以他天德经的未得力 我们送过的天德经 他是相当的未得力 是 究竟是拜过经的那一本 是 你送越多他的效力越强 是 那师父就将这个法 因为他是在土城 就将这个法 传给原冲法师 让原冲法师来转达家属 那家属把他敲三下以后 这个儿子马上昏倒 那个灵就退掉了 本来他才恢复平静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殊胜的一个法语 对 来提供给各位朋友 观众朋友 我们诵经是相当有这个微得力的 是的 所以这是个人亲人生上的一副灵 是 也是祖先 祖先衣服在身上 是 是 所以我们先不说他衣服在他身上的 是不是个人的祖先的衣服灵 可见我们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并不是没有的 而这些祖先也真的希望 藉由我们法会的殊胜 能够超度这种欢喜心 可以视线在自己的小孩的身上 所以说我们想 就是说我们的祖先真的是 我们是报恩的 所以刚好新逢我们物虚年公祖王残老祖圣诞天秋水路大法会 您要记得赶快来公社祖先的联位或者是我们净土谈所有的联位 如果你以前是报过名了 你就是直接用传真的电话来报名 把个人的你想要公社联位的资料 要详细的写得清清楚楚一定要公整 如果说您是第一次要报名的 那可以到各分市到场 要这些报名表 或者是打电话来我们的事务部 都可以来做了解 传真的电话就是我们传真报名的电话 零四九二七二四零五八 另外还有一个传真的电话 就是零四九二七二零六七二 当然你有特殊的个案真的是扯也扯不清的问题 请你用电话来做咨询 我们的总本上电话就是零四九二七二四六六九 零四九二七二四六六九 当然师傅开始我们说人世间的问题真的是多如牛毛 这个有很多拦截疑惑的这些的问题 那这些案例其实有很多 我相信你碰到也是很多 那有其他的案例可以跟分享的吗 是 那我们在水路法会这些年当中 遇到的特殊的问题真的是相当多 那我这边就提供分享几个案例 那就过去有一个就是一个 他是某家开发公司 他是经营开发公司的 但是他在经营的过程当中 就是某些建案 就常常被卷举 然后就是官司一大堆 这很麻烦 就是他为这些事情不知道如何来处理 就因为我们的水路法会关系 就来请示 结果我们请尊 宗族上文下文禅师开示 要解决这个问题 他就必须在法会上 这三个联位 那每个联位必须来五桌的普桌 是 那联位内农大概就是要超度某某当地 就是他公司的名称 当地匣内城隍厚土薰军 第二支就是他工地的名称 匣内无事染女孤魂 那第三个就是工地名称匣 匣内的地基组 这三支联位来超度 他才能够来平顺 让工程能够顺利这样 是是 我们知道一个工程如果遇到像这些事情麻烦 毛毛躁躁的真的是很伤脑筋的事 是是 对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常常呢就是遇到说 人生关卡过不去 然后他就可能就是 不管他是烧炭或是跳楼等等的方式 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那遇到这个也是相当的麻烦 对 那有人就是为了因为自己的亲人 因为发生这种事情他想要为他们来做超度 那经我们的景尊宗族上文下园禅师开示 来如何来为这些亡灵来做一个超度 那第一个就是要必须要写明 某某某某某他是因为比如说他是亲生 他是烧炭我们就要写烧炭 虎土就写虎土 亲生之灵往生连位 是 那第二个我们也要必须要 那如果是在屋内我们必须要设 这个地基主的超度 这样他才能顺利的来做一个 来往生净土的一个法语 是 让您能够得到安闻力波 没错 所以用这种不当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是绝对不行的 因为生命是非常可贵的 师父一再开始我们人生难得 我们要好好的有什么问题的话 其实解冤世捷很多嘛 做水路法会来超度 或者是多诵经可以让我们新开一节 我们可以会像给我们的冤心在主 也是一样可以笑才化解的 所以大家应该有光明面的思维 不要有自己负面的这种想法 越砖越深的时候你是走不出来的 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公社联位之后 我们就有个三宝斯的供养 这三宝斯呢供养的殊胜 我想借由这时候请您来跟大家分享报告一下 是的 那我们的三宝斯是非常非常殊胜的 那三宝斯呢它有两面 那我来稍微把它介绍一下 它上面写的是三宝斯某年某月某日 就是紧封 这封就是把这些金子把它封住 那这些就是你当天要来祭拜 所填写的那个日期 那它这边有一个羊丧 就是什么人要供养的 等前辈财博以待 充足诚心敬奉 决邻收入民衆独自享用 别神不得征战 那这个把它封上去就是别人不能拿去的 就只是你要给谁 它就这份金子就是要给谁的 是是是 那再来就是它背面的话有一个祭文 这个是最殊胜的 好殊胜的 是 当我们需要 我们来供养这一个三宝斯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诚心的来供念祭文三遍 那我把它念一次给各位朋友来分享一下 它是金银财博供养祖先及三界万林回向祭文 不管你是超渡什么联位 我们的背面的祭文都是一样的 是的 我们沉浸的把它供念三遍 一夜金子一净土 净土大地是光明 光明世界七宝城 众灵随光可见性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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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连续来念三遍 再把这个三宝斯我们盖上的手印 再跟金子放在一起 来供养我们所超渡的这一个联位 它会能够收到的 所以在我们整个公社联位 这整个流程到我们的三宝斯的供养 是一个圆满 所以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水路大法会是相当殊胜的 如果各位你想来参加或者是有什么问题 你不太了解的 请可以多利用我们仙佛寺的事务部的电话 049-2724-669 今天非常高兴我们的事务部组长黄辉荣 黄显士来接受访问祝福你感恩 谢谢你贡献出这么多年来 这么样的水路法会的法医跟智慧 我相信可以帮助很多人了 谢谢您感恩祝福你 同时也感谢收看水路法会义工礼人天 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